山西作为一个表里山河中华靠山王的特殊省份 自古就被历朝历代设为必须要控制的一个地方 因为只有守住了太行山屡梁山这道天然防线 处在关中以及中原地区的汉人王朝 才能有安稳的政权以及繁荣的社会 而作为两山甲乙川又有黄河作为天险的特殊优势 所以山西之地也就成为历史上最容易产生割局的地区之一 山西位于黄土高原的东部边缘 地形主要以山地、丘陵、盆地为主 整体地势东北高西南地 周边与蒙、陕、玉济四个省份相连 而且还都是以山川河流来作为界限划分区域 山西是我国平原面积较少的省份之一 仅有在冯河谷地形成了大面积的平坎土地 而其他一些则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东部的盆地 以及山间河谷之中 山西省下辖11个地级市 除旅梁市位于霞长河谷之外 其他城市基本都处在大小不一的盆地之中 主要盆地有大同盆地、新定盆地、太原盆地、林坟盆地、运城盆地、长治盆地 以及近城盆地 当然这些城市的共通点除了都为盆地之外 还有就是基本都处在河流冲击的平坎地带 山西的水系有一个特殊之处 那就是属于自产外流型 也就是河流基本上都发扬于本省境内 主要有冯河、沁河、三甘河、湖托河、张河以及密布全省的其他中小河流 而其中冯河、沁河属于黄河水系 三甘河、湖托河、张河属于海河水系 冯河作为山西最大的河流 自北向南流经六市二十九县区 被称为是山西的母亲河 也是太原以南在狭长的盆地内排水流入黄河的唯一通道 而同样属于黄河水系的沁河 则主要穿行于太越山的峡谷之中 太越山以东的长治盆地主要是由浊张河冲击而成 历史上的这片土地也被称为上党地区 是引发长平之战的战略要地 而湖托河则是新定盆地重要的一条河流 虽然发源于山西却成为下游石家庄市的母亲河 再往北三岗河是永定河的上游河源 也是整个大同盆地内最为主要的河流 三岗河在流入下游关厅水库之后 才正式更名为永定河 那最后就是吕梁地区 吕梁市是山西唯一建在狭长河谷地带的地级市 主要是由北昌河冲击而成 而后向西流经约百域里汇入黄河的主干岛 当然除了以上一些主要的河流之外 还有一些旅梁山区的小河 也是可以直接流入黄河的河道 好了我是阿星 今天我们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